谁能想到,把冬瓜放进锅里蒸一蒸 出锅的瞬间,您将得到一份经典美食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特别适合炎热的夏天食用 冬瓜不要总是清炒和炖汤了 学会这个做法,还没上桌就被抢光光 切好的冬瓜,加入少许盐 杀出的水分,剁好的肉馅里下浆 葱花,食盐,胡椒粉,一勺淀粉和生抽,抓拌均匀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,只是举手之劳 却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这时候,冬瓜也腌出水分变软了 再像我这样,给它卷起来 放上肉馅,填满鸭石,摆入盘中 家里有条件的,再打入一个公鸡蛋 水开上锅蒸,大火蒸12分钟 撒上一盘葱花,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淋上一勺白灼至即可 这样做的冬瓜酿肉,软嫩鲜香 清淡爽口不油腻,学会了 你也赶快坐起来给家人尝尝吧